那么接下来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汤圆要来帮大家读读报 我们先看到新闻头条 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 在昨天下午4点半 由华航专机运抵了桃园国际机场 外部部长陈时中与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长丽英杰 都是前往机场来迎接 那蔡英文总统她发表了谈话 就表示这是患难见真情 连同这批的疫苗 台湾已经取得超过485万剂 后续恰购的部分还会分批到货 她说可以说是部分缓解了燃眉之急 陈时中是说在台湾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美国把珍贵的疫苗送抵台湾 非常的感动与感谢 相信这些疫苗对台湾的疫情的控制 是具有正面的作用 那国内当然也关注 你新到的250万剂疫苗 是否就可以开放第一到第三类之外的对象 以及特定的族群来接种呢 那陈时中是回应 因为疫苗变多了 可以开放更多优先的名单来施打 那孕妇也会纳入这一波考量范围 另外我们要来关心到 美国总统拜登的爱犬冠军过世 那蔡英文总统昨天在拜登的推文中 就留言哀悼 那由于国内已经有5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 所以网友看到了蔡英文这则留言 其实反应是相当的不同 那蔡英文她在昨天一大早 她是留言说 同为动物的爱好者 为您失去所爱感到遗憾 没有想到马上就引来网友的批评 那台湾500人死于新冠肺炎的命 真的就不如一只美国狗吗 那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郑兆欣她就有感而发地表示 他们没有等到蔡政府早就该采购的疫苗 也没有等到蔡总统的悼念 但是拜登总统的狗却是先等到了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 现在其实新冠肺炎病毒呢 是不断的变异 为了要因应印度的变种病毒 也就是Delta病毒 所以现在入境的旅客 有症状才采检的政策 将要进行改变 未来不管是从哪一个国家 所有入境者都需要在居家检疫期满的 前一到两天 要接受PCR的采检 那这项检疫的措施就形同是普筛的意思了嘛 那检验的量能是否充足呢 指挥中心发言人壮任祥 她就表示了 目前每天的入境者其实就只有数百人 检验量能分散在各个县市 那就算是国内仍然有疫调裁检的需求 也不会增加太多检验的负担 那对此感染科专家黄令明医师 她是表示之前国内许多的专家 其实都有建议过指挥中心 应该要实施入境普筛 入境者在检疫期满的时候要进行筛检 她说现在有做总比没做好 那印度变种病毒已经扩散到了许多的国家 所入境者都做筛检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 国军最近将会有一波降领人事异动 新任的参谋总长黄树光上将 也是前建国造召集人 将在6月30号届满64岁退役 那新日的总长人选将会在国防部的副部长张哲平 陆军司令陈宝渝以及国防大学校长王信龙 三名上将中择一来升任 那本周就渴望定案 另外黄树光他是海军出身 退役之后海军还需要升一名上将来维持陆海空 三个军种上将员而平衡 那副参谋总长梅加树中将 升任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最后来关注到 由于我方现在是兼具香港政府 对我香港办事处派驻人员 要求签署一中承诺书 港府迟迟不发签证之下呢 昨天已经有7名的官员紧急返台 那因为我方只剩下一名派驻的官员 他的签证也即将在7月底就要到期了 留任香港的机会看起来也不大 所以未来驻港办很有可能是由数十名当地的香港雇员 代理业务维持最低限度事务性的运作 形同就只剩下过往的中华旅行社这样的功能 陆委会就表示了 自我香港办事处成立以来 一切活动都是遵守法令的 从来没有超越这个业务功能的范畴 中共以及港府是以一中承诺书来设置障碍 影响我香港办事处的人员 轮调以及正常运作 片面违反了2011年双方换文内容 要求对台港关系以及民众的权益受损 要负起所有的责任 对此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 他是说香港特区和台湾进行交往 当然是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来进行 他说陆方坚决支持港府 按照基本法以及中央政府 关于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 以及政策处理涉台事 以上就这节读报听给大家